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无人提供动力的情况下 自主引导盲人前进 第二站取义来到了天津大学的 地标性建筑第九教学楼 他使用E-Leader手帐的智能感知功能 手帐进入到第九教学楼范围后 向他介绍天津大学的环境风貌 天津大学 简称天大 之前身为北洋大学 是建议1895年10月2日 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第三站取义来到了静夜湖边散步 在静夜湖旁他遇到了障碍物 E-Leader手帐为取义实现 自动避障和自动转弯的功能 帖国内都可以想起床的 那是今次是 最后阳的典礼物 那是